来调解的吴先生说话时很消沉 但是当年与熊女士刚刚认识时 他可不是这般模样 而是深深的让熊女士着迷 有点幽默 有点风不得那一种 因为我做小姑娘鸡 我也没有恋爱过 被深深吸引的熊女士 彻底的沦陷了 替我前夫打了好多 他冬天的时候 他把我打到那个水沟里面 把我挂到一个房间里面 即使孩子哀求 前夫求和 他还是狠心敌了 而那时的吴先生 也对熊女士做出了美好的承诺 然而当熊女士离完婚 跟随吴先生来到浙江老家生活 心婆婆的态度给了熊女士 当口一棒 我的衣服晒到外面 他妈妈把他的衣服结不收进去 我的衣服不收 我说给他听 他这样子跟他妈妈说 他说你为什么说 要把他的衣服不收 他妈妈自己这样回答 我也家不去 然后我又哭了 我当时我走出来 他妈还把他 把他两个姐姐叫回来 有一次两个姐婆婆她们 娘三个在吃葡萄 我到楼上 毕竟就诺诺成大门好俊俊嘛 她三个人吃得很开心 然后我上去哭了 她问我哭什么 我说你妈妈三个人在吃葡萄 我说我并不是好事要吃这个葡萄 你又是假装问一下 你又说你吃吗 也许我不会吃的 对不对 那然后我老公下去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是我带回来的女人 你问他一声 对不对 然后那两个姐姐 他起来给他吵 他妈妈也是 然后他起来嘛 他一脚把那个凳子踢了 你跟他回到他的家里面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 是个什么关系 但是还没打结婚针 他又跟他们家里 已经讲过了 一直说他是未来的女朋友了 你有跟你的 就是未来的婆婆 有过沟通吗 为什么这个样子 包括姐姐 你有主动找过他们问过吗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个外人家的那里 跟他们沟通 肯定是马上会吵架什么的 但是我跟他讲 你把你的想法 这个你的我要定了 我叫他给我两个姐姐讲 这个你的事我要的 给你们不关 这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 但我一直跟他讲 他没有做到 然后就把后面的事 搞得一团糟 他没有去做这个沟通吗 没有呀 他也没有把他们家人的态度 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吗 老师副业呀 老师他也拆走 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呀 我没有家的温暖 他妈是一个360那个的 左右连续都讲 好像切了几百万 从来没有笑点过 一点不开心东西 叭啦叭啦叭 一点不开心不做饭 我在他家里 今生没有吃饭 把地方过拔掉 不烧饭 今生到现在为止 不知多少次了 吴先生 他说的这个是事实吗 你的妈妈和姐姐 都是这么对待他的 我不认为这么对待 他刚刚说的那两件事情 你先回应一下 他都跟你讲 也都叫你不看的 衣服不收 我不知道 我经常跑在外面 你不要瞎着 那个生理在家里 你不会老是有病 那我的天呢 你今天不出来了解的 我叫你去看的 那个衣服 我把我的衣服送回来 今天来了解 像汉病 你不把心结疼 你不把这个病告诉医生 我们不认为了解决不了的 你要直接回答 为什么独独她的衣服不收 是不是家人对她有意见 你问了吗 我没有问 有可能是 直接说不喜欢我 以后我能接受的呀 可能肆意对她有偏见 两个姐姐年龄大 快五六十岁了 我老妈七十九岁了 可能他们的意象 跟我现在的年轻人 想法都不一样 能不能说细一点 你的家人对她不满意的点在哪里 你也得让她心里明白 对 我又想经历一下的这个结果 明白就是吧 熊玉平你的开销发度太大 包括我的内心是一样的 他只要看到的东西就去买 随便什么东西 只要看得中 比方说鞋子 全全合合 有没有一百三 鞋箱里面的鞋子 如果说你不穿了 我说你干脆扔掉 扔了那些桶里 没有看到 非常好 包括比方说衣服 衣服有多少 衣服 我不敢说这个 怎么不敢说 我都能接受 哪怕一万就会接受什么 有的事情还来个前面 少说一句 就是说能够爆裂一点 我要你留什么 前面之前来说 我还要留什么 我现在两个厨子里放了 多少衣服 女士 今天是希望我们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干嘛呢 像小孩子似的 我都想要那些 他也会不敢说 我看能不能治疗 我都想要找你 我都想要 你帮我